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我是爆局 今天来说一说 儿子家装残疾人 四度要跟老妈在一起的影片 禁闭 若思是一名儿童兄弟学家 有个差不多年纪的丈夫拉苏 以及青春期叛逆的妻子杰克 杰克以为太过与导弹搞事 被学校开除 拉苏决定是拿到技术学校 但杰克要跟着老妈生活 当时都不离开 父子两人在车上扯来扯去 一面装上了开过来的辆卡车 拉苏当早去了上帝那里 杰克福大命大 保住了二条小命 但因为北面脸犯太衰 宅祸无法避免 下半生瘫痪 成了个残疾人 身体动不了 话也说不了 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立 起居隐食 都得靠若思一个人搞定 就像歌曲所唱的那样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向各方 虽然不是亲生的 除了是个好母亲之外 若思也是一名进者的儿童心理医生 荷兰蒂的遭遇 让她也是同情而怜爱 若思和同事展望 说起儿子的状况 打算是拿去专门的护理中心 一来专业护理的人 照顾的比较细心 二来自己也有更多的时间 放在工作上面 她曾经经过洗澡的时候 淹死儿子 但一切都只是 想想而已的梦 一次车库的警报突然响起 若思以为是有什么僵养大道 没想到却是病人荷兰蒂 三更半夜的 荷兰蒂总会出现在自己家里 这确实有点诡异 更加诡异的事 带回屋里才几分钟的时间 这小家伙又不知道留去了哪里 告诉若思不能不报警求助于警察 后来才得知 荷兰蒂换过很多的领养家庭 自从荷兰蒂来过家里之后 若思就会经常看到各种恐怖幻觉 展胖认为 这只是若思前意识里对儿子的念想 建议他最好做过岁月检查 高等要调节一下睡眉 很快若思又再次出现幻觉 还在一个橱柜里 看到了一双小小的咸猪手 杰克的脸上 也莫名多了几条抓伤的痕迹 展胖采开了若思的岁月检查 发现他一直都在服用某种处防药 但若思根本就没有吃过任何的药物 视频通话都还没关掉 就跑回了地下室 刚好咱们看到若思那边 一个人影闪过 马上开车赶了过去 而若思怎么也想不到 杰克竟然重新站了起来 看起来就像是完全没有残疾过一样 原来这是杰克故意搞的把戏而已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留在若思这个后马身边 但荷兰蒂的出现 又连杰克感觉到了被虎视 于是将他掳到了家里 只是这个小家伙人小鬼他 杰克根本玩不过他 被他爬天馆罩里面藏了起来 至于若思一直以来的幻觉 也只是被杰克吓药了而已 趁着杰克去猎杀荷兰蒂的时间 若思振脱捆绑 柳道技巧师和杰克面对面硬钢 钢不过就带着荷兰蒂 躲到了一个衣橱里 就在杰克打开衣橱的一瞬间 战胖突然出现 结果大概是顺利去了上帝那里 若思趁机带荷兰蒂从天窗爬到屋底 再有几句哄骗整的话 一把干云杰克 很快杰克就醒了过来 一路追上若思他们到了外面 小家伙流到甲板 被杰克一把按在水里 若思直接抄起一把锤子 抱头对方 所以缓地顺利解救 若思也领养了这个小家伙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具有没有太多旋语的味道 也没有恐怖惊悚片 该有的紧张气氛 全篇看下来 基本上是平款的一口气 没有高低起伏 微的亮点 估计就是不显不淡的恋母了 最合小的衣食 偷 打 打